我们以前讲过高强度间歇性锻炼 它的好处 那么锻炼多少时间才是比较好的 如果你锻炼了太多 锻炼过头了 反而会身体受伤 达不到想要的好处 我们今天就讲一下 锻炼多长时间才是最好的 2018年有一个关于高强度间歇性锻炼的宏观分析 这个宏观分析叫Meta Analyze 宏分析就是说 它是把其他的研究的各种各样 跟高强度间歇性锻炼有关的论文汇集在一起 再对这些论文再进行一个整体的分析 这称为宏分析或者说超分析 然后我们这个Brad博士呢 他的视频里面经常都是讲到的 这种超分析 红分析 他都是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论文 汇集在一起达到的一个分析 他就是这样的话 他的关联论证的论据就比较广泛 比较更加接近真实的实际的作用 而初步的结论是说 你这个高强度间歇性锻炼在一个短的时间里面 所达到的效果要比你整整锻炼一个小时 这个长时间的锻炼效果要更好 不仅仅是它有这个好处 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逆转衰老过程 逆转衰老过程 听到这个小伙伴们比较兴奋了 这里就是这个分析的这个论文 主要就是讲了你看高强度的锻炼 它对这个线粒体对肌肉有好处 然后这个力量型的锻炼 对这个DNA有好处 不同的锻炼 不同的锻炼方式 它有不同的好处 不同的作用 这个2019年的研究发现 这个高强度间歇性锻炼 可以修复你的细胞里面的线粒体里面的DNA 就是修复线粒体的DNA 它有这个作用 线粒体就是细胞里面的这个能量工厂 是产生能量的一个像一个发电厂一样的 但是这个线粒体里面的DNA 有时候也经常会坏掉 那么通过HRIIT高强度体育锻炼 来修复这个线粒体的DNA 那么就可以有这么一个逆转衰老过程的 这么一个功能 因为越是老的人 它的线粒体就越差 越是老的人 它的线粒体里面这个坏的东西就越多 那么通过高强度体育锻炼 让这个线粒体DNA把它修好 那么这就等于是逆转衰老 但是这个高强度体育锻炼 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它容易过头 锻炼了太多了 过头了做过头了反而有坏处 根据一个研究发现你这个高强度体育锻炼 如果做了太过头很容易导致这个身体受伤 身体受伤的概率就会非常高 比如说这个膝盖 膝盖的膝关节 还有这个臀部就是屁股 屁股这边的这个骨头关节容易受伤 一个原因 受伤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锻炼的这个技术性问题 比如说你这知识不正确啊 或者你锻炼的这个技术掌握的不到位啊 技术有问题 知识不对或者力量什么的不对啊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肌肉过度劳累了 肌肉太劳累了啊 肌肉太劳累 他这个发布的想要推的推不动啊 肌肉劳累啊就容易受伤 你做了高强度的体育锻炼啊 体育锻炼做了太多了啊 没有给你的这个肌肉有充分的休息的机会 那么这个就容易受伤 那么我们一个星期到底应该做 多少时间的高强度锻炼 然后可以减少受伤的概率 提升这个提他的这个好处 把好处提到最高 把这个受伤的概率降到最低 应该是每星期锻炼多长时间呢 那我们这里有个研究来看一下 这个研究说 如果每个星期超过50分钟的高强度锻炼 那你这个好处就会下降 这个受伤的概率就会上升 所以一个星期不要超过50分钟 这里讲的50分钟是指高强度的部分50分钟 在一个锻炼里面 它不是全都是高强度 也不是全都是低强度 而是混在一起的 刚开始的时候 你锻炼的时候 你的心跳是比较慢的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你的心跳爬上去 爬到一定的高度之后 在这个高度的这里心跳的比较快的这个区间里面 我们称它为高强度体育锻炼 然后心跳在下降 下降的这个部分 或者说在这个标准线以下的 我们不称为高强度体育锻炼 所以我们这里讲的是统计的是高强度的部分 一个星期不要超过50分钟 那么这个标准到底怎么区分呢 哪什么算高强度 什么不算高强度呢 建议大家看我以前的关于高强度体育锻炼 HIIT的那个视频 那个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一个星期不超过50分钟的这个锻炼 怎么做 它说一个星期不要超过50分钟 它不是说让你在一天里面 把这个50分钟高强度全都锻炼光 然后剩下的6天就不锻炼 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分开来一天隔一天 比如说你周一锻炼 周三锻炼 周五锻炼 分成三天 每天呢高强度的15分钟 15 15 15 加在一起45分钟 45分钟 然后这个15分钟是高强度的 那它肯定还要有15分钟是低强度的 因为你有了低强度的锻炼之后 这个心跳才能爬上去 爬到一个高强度的这个部分 那假设15分钟是高强度 15分钟是低强度 那么一天里面锻炼是30分钟 15分钟低强度 15分钟高强度 那么周一周三周五 三天这样子 加在一起 高强度的总共是45分钟 那么每天是30分钟 大家清楚吧 我们讲是周一周三周五啊 你不要搞个周一周二周三 周一周二周三三天连着做锻炼 剩下的几天不锻炼 这样也不好 因为你锻炼之后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休息 让你的身体有一个充分的休息 让你的肌肉能够恢复 这个恢复的过程 是体育锻炼里面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给身体一个恢复的时间和过程 所以我们说是一天隔一天 一天隔一天的这个锻炼才比较好 还有就是要每天八小时充分的良好的睡眠 你睡觉的时候 你的身体是在修复那些损伤 因为你在锻炼的时候 是在制造损伤啊 在体育锻炼的时候 你是在制造损伤 然后在你休息 睡觉啊 这个休息的时候 它是在修复这个损伤 那修了之后呢 它会变得比你锻炼之前更加强 那这就是体育锻炼 让这个身体强健的这个原因 它是锻炼的时候是在破坏 在修复的时候 可以修好了之后 可以比原来更强 所以这才是你可以变强的原因啊 所以休息很重要 还有就是要有蛋白质充分的补充 这里的计算方法 方法是一公斤的体重 要补充1.5克的蛋白质 比如说我是50公斤 那么我就要补充的蛋白质 就是50乘以1.5 就是75克每天 这个蛋白质要补充 还有就是积酸 鸡肉里面的一种有机物叫鸡酸 这个鸡酸呢 每天需要3克到5克左右的鸡酸 那这是一个保健品 是要去买的啊 这个食物里面呢 鱼啊肉里面这个也有鸡酸 食物里面也有 但是食物里面的量比较少 达不到每天3到5克 还有就是要充分的喝水啊 一个水补充足够的水分 可以帮助肌肉的恢复啊 好最后呢 还有就是跟其他类型的体育锻炼结合 你高强度体育锻炼是周一 周三周五 那么你在周二周四啊 和其他的日子里面 你就做一些比如说力量型的锻炼啊 或者你这个有氧锻炼啊 或者什么瑜伽锻炼啊 叫做交叉的这样子结合起来 好总结一下啊 一个星期高强度的部分不要超过50分钟啊 这个高强度的部分是指心跳达到最高心跳的这个85%或者90%这种心跳率比较快的这些时间处于高强度的锻炼啊 然后其他的这个恢复的这个时间或者心跳慢的这个时间不能算作高强度的锻炼这一部分 好所以那总的高强度的这个时间一周不要超过50分钟 好了讲完了啊 欢迎大家跟我交流啊 有问题都可以找我 好谢谢 谢谢